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下午要跟大家做安裝直播分享的車種呢 是15年款的Honda CP 這台車的安裝呢在前面上座跟後面的上座呢 都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地方 我們先來看看他原廠拆下來的前面的避震器 他前面的上座設計呢 其實這個車的底盤架構呢 跟Honda Fit GK的底盤還蠻相近 那他的小小車的設計呢 他的上座其實是沒有上座的設計 但是有一個指推小軸層 還有一顆橡皮呢 這些需要沿用原廠的 他是沒有上座的設計 那後方的話呢 他的有一個有一個上 算是上部的防塵套固定座 防塵套固定座的話呢 就需要把它跟防塵套拆開來沿用原廠這個機構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後面的一些機構 後面的話 彈簧公斤數我們是配置了5公斤 這個是他的調整機構 那剛剛提到過的上部的這個座呢 就是在這裡 這個也不是一個上座的設計 他上部的話是有一個橡皮 然後我們需要沿用這個轉接座 我們需要沿用這個轉接座 他後方的彈簧我們所配置的是5公斤 那車高的調整呢是在這裡 這個是後面呢 是high low key的調整 謝謝大家 謝謝你的推薦 謝謝 後面的話呢是配置5公斤的彈簧 這也是一個high low key 那車高的調整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後面的像這樣的形式呢 每一次在影片當中都有特別跟大家做介紹 後面的車高調整呢 從這個地方是沒有辦法改變車高的 車高的調整呢 是要從彈簧這邊來做車高的調整 他筒身的部分呢 他只是在調整他的預載值 那這個彈簧的預載值呢 千萬不要壓縮 一旦壓縮了 就一定會不好做 而且會有異音 壽命會縮短 所以這個的長度呢 調整到彈簧剛剛好碰到 不會上下搖晃就OK了 所以這個是後面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他的防繩套也是做專用的 這個是剛剛好招住的規格 裡面的話有一個饅頭 像後面的防繩套跟饅頭的話呢 他就沿用 我們有附阿上座這些呢 就沿用原廠的規格 那後面阻尼的調整呢 是在後車廂 他是一個set-end的房車嘛 所以他的阻尼調整呢 通常會是坐落在這個地方 像是Vios的話呢 就比較前面一點點 這個試毯呢 稍微掀開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部了 這裡的話等一下會放一個調整鈕在這裡 在這裡 等一下會放一個調整鈕在那邊 順時針的話呢 就是變硬 逆時針的話變軟 這是後面的部分 那前面的話 前面的話 那他的CT的有很貼心 他做了一個維修孔 維修孔打開之後呢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部結構了 所以在拆裝的時候呢 相當的方便 在調整的時候也很方便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了 這台應該是1.5升的吧 跟FIT一樣的引擎 跟FIT的GK 那前面的上座 剛剛有提到過了要沿用 所以上座的軸承啊 橡皮的話 這些就需要沿用原廠的機構 那下方的彈簧 我們所配置的是200長5公斤的彈簧 那他的前面的一些離載串啊 還有ABS感應線還有油管架呢 這些呢 就都照原廠的位置去固定就可以了 離載串呢 也不需要換短的 也不需要再花錢換強化的 直接呢 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這個是原廠離載串很長 這個 然後他的側邊一些固定孔 我們都有附 那前面安裝的時候呢 技師要特別注意的地方是在 他前面的一些零件呢 需要拆下來做沿用 螺絲的話 我們有附兩顆 那但是基本上 如果是原廠的規格 螺絲 上部的兩顆螺絲呢 就沿用原廠的就好了 那這個是在安裝的時候呢 因為他的上座還需要做拆解 所以建議在技師在安裝的時候呢 我們先把上部的軸承還有轉接座呢 把它鎖緊之後呢 再來調整預載的部分 那這個的預載呢 他的像這個 前面的彈簧自由長度是200mm 所以這個 像現在壓縮完畢的彈簧的長度呢 就是197mm 也就是說呢 壓縮了3mm 3mm其實只有一點點而已 所以前面的彈簧預載呢 我們是建議壓縮3-5mm左右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 就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因為他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上部的彈簧預載了3mm之後呢 車高的調整就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如果要高一點點的話呢 會把這個托板馬懸鬆 藍色的腳管往下延伸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車高就會變高 那相反的 這裡的間隙呢 變少 藍色的腳管往上縮的話 它的長度變短 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這樣的調整方式呢 它不會一樣做彈簧 所以它調高 跟調低的乘坐感覺呢 是不會落差太大的 這是前面的部分 所以這台車呢 前面是5公斤 後面的話呢 也是配置5公斤 目前這台車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就只有做了一個避震器的升級 那這個 左前方呢 我們把調整桿已經放上去 從這個地方 像這樣子 它順時針的話 會有一個一個的手桿 阻尼就會變硬 像這樣 逆時針的話就會變軟 KT的話呢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所以這台車 在車主自己調整軟硬的時候 很方便 因為不需要再拆這個試蓋 有些車系的話 像Focus 3代 就拆的東西會比較多一點 對於車主要調整來說 就會比較麻煩一些 那改裝避震器之後呢 的一些設定 也要特別注意 譬如說胎壓的部分 如果是原廠避震器的話 那它的胎壓建議值呢 會落 會打在這裡 像日系車的話呢 我們把駕駛座打開 在B柱上面的話 都會建議 像這個大概32 32到33 PSI 都是正常的 那原廠的其實呢 如果胎壓打到39 40 那也都還好 可是 改裝避震器之後呢 它的胎壓 容許範圍呢 就要依照原廠的建議值去打 譬如說這個胎壓的話呢 如果打得太高的話 就會很跳 就會不好做 所以我們的胎壓建議呢 大概就是32-33 PSI 左右 就是依照原廠的胎壓下去 打就可以了 那當然啦 最主要的阻力值呢 還是會 一個人的駕駛起來的 感想 去做調整 因為有些的 假設輪胎的配置 是比較硬的輪胎 譬如說 阿普利斯通的輪胎 它的胎幣比較硬 那阻力調整 就會稍微軟一點點 那如果是配馬牌的輪胎 它的胎幣呢 比較軟 所以阻力的話呢 可能就會稍微 調硬一些些 那再加上 每個人想要的感覺 不太一樣 所以阻力的調整呢 是會稍微 比較主觀一些些 那這裡有一些 白色的痕跡 這個 黃油呢 是防鏽用的 如果 我們噴上一些 像是黃色的油脂的話 就會 看起來好像是 變性漏油的樣子 所以 為了做區隔呢 這個油脂的話 特別用白色的做區隔 可以先安裝完畢 今天的車高是 差不多冷載嘛 今天的車高 是大概會做 大概兩指幅高左右 比原廠的話 大概降低個 一直半到兩指幅 所以降低的幅度 並沒有很大 就大概一般車友 City的車友呢 會選擇的車高 OK 以上是今天 HondaCity的直播 分享 如果車友們 有需要試乘的話呢 很歡迎 跟我們小編聯絡 或者是說 你想要尋駕 有任何問題 配置也好 設定也好 有問題都歡迎 跟我們聯絡 那謝謝大家 今天下午的收看 謝謝 掰掰